经营飞机研发制造的国营企业汉翔公司 已经连续六年获利了 政府现在打算要民意化增加竞争力 不过立委就很担心这可能会泄露国防机密 而且呢等于是把这个会赚钱的金鸡母拱手让人 所以呼吁政府要三思而后行 国营事业汉翔公司历经长期亏损 好不容易开始转亏为盈 但政府有意让汉翔民意化 遭到立委质疑国防机密可能因此外泄 国防产业更可能瓦解 中国是二式装备 那这个台湾这边是美式装备 所以在于有些装备之间的交流 甚至于这个资讯之间的互通 所以我们觉得其实相关的这部分 还是有相对的这个奇米价值 汉翔公司一旦民营化 到底会不会把金鸡母拱手让人 大家都很想问 汉翔前几年都是亏了 近六年来才开始有盈余 尤其现在盈余越来越扩大 我们很遗憾就是说亏本的时候 都是国家在支出 整个学费都是国家在付 现在汉翔开始出现盈余了 却开始出现民营化的声浪 传闻 汉翔的竞争对手 新加坡科技宇航也对汉翔虎视眈眈 为了提升竞争力 国营企业民营化并非不可行 只是政府要提出完善的民营化计划 例如增加全民事故选项 降低土利财团疑率 才足以让大众幸福 UDN TV 陈希文 戴俊 台北报导 东方送 4